初发心的菩萨可能已经破了分别我之 但是还没有断除聚生我之 因此智慧的力量就不够 观察不到自己内心更深层次的心念 发心的时候就会为了成就佛果而去立他 这样的发心还是有施行的 随着菩萨智慧的提升 居生我之的减弱就可能会改了 改成为了利益众生而成佛 为了利益众生愿意具备更高的智慧和能力 当菩萨的智慧力再进一步地提升 聚生我之更加减弱了 就可以做到无我利他 因为无我了 也就没有什么我成佛这个理念了 就可以做到更加纯粹地利益众生 行持是善业的能天道的善人 虽然他们也能够非常诚心地忏悔 非常诚心地利他 但是他们的境界跟菩萨是不一样的 他们不可能达到菩萨的境界 智慧不到位 怎么也转不过来 怎么做都是自私的 如果菩萨能够开大智慧 明心见性 知道本来就具足 如来智慧得相 不需要自利 只管利他 就能恢复本来面目 就像摩尼宝珠 本来就有 不需要再造 只是被污垢给裹住了 现在只需纯粹地利他 污垢自然就没有了 理上要是认识得透彻 那境界就不一样了 利他的心也就彻底纯粹了 谢谢大家